看古迹讲故事 您好 我是昆仑刘石 上文书里啊 咱们提到了这么一个人 就是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元老 大学士 松云 故事呢 就是说松云 跟皇上那请了假 到齐主家呀 去帮忙料理丧事情 谁想啊 就因为这一个小故事 一时激起千层浪 有好朋友就给我留言说呀 那个字啊 念君可不念云啊 我想有这种观点的朋友 都是受了某电视台 知名栏目的诱导 咱们在这儿啊 不说谁对谁错 我跟您说说呀 这一个字两个音 都是什么意思 这个字如果念云 松云一词 形容的是松树跟竹子 说的是君子自强不息 有如松竹一般 如果此字读君音的时候呢 那么好解释了 这是两个地名啊 第一个地方是江西高安市 第二个地方呢 是四川军连县 这两个地方啊 在过去都被称作君州 那么这江西电视台 讲的又是一个四川的故事 那无论是江西人 四川人 我觉得都愿意管他叫松军 松云 马拉特是 是整兰旗蒙古人 他出生在军机腹地 怎么着 也不可能取两个南方地名做名字 并且啊 您别看是蒙古人 人家可是读书家庭 接于这一点啊 这个字翻哪个音 您心里啊 就更应该有数了 得嘞 这也算呀 咱们答复了一下评论区的疑问 闲言少叙 咱们是书归正文 那么说这皇上就眼睁地看着 其主分走自己这么多权利吗 当然不能 今天啊 咱们就要聊一聊 这皇上是如何在其主手中 一点一点 把其物扣回来的 说到这儿啊 咱们就得一步一步掰出了 咱们就得先聊聊这八旗的最初 不知道您呢 听没听说过这么一段相声 这郭先生说呀 这于先生的父亲王老爷子 那曾经是乾清的熏贵大臣 是满洲整黑其人 这包袱一出 这台底下就哄堂大笑 为什么笑啊 因为听书的人都知道 这满洲啊 他没有整黑旗 一共就黄白蓝红 他哪来的黑呀 实际上这就是您不知道了 最早这旗子的颜色啊 他真不是黄白红蓝 他就是黑色的 努尔哈赤 十三副仪甲起兵以后 他带领着这支女真军队 最早打出的旗子就是黑色 这事听着可乐呀 其实我挺理解的 为什么呀 因为您想这玄色呀 他象征着叛逆 我反朝廷吗 打出一面黑起来呀 很正常 可是后来他为什么不使了呀 嗨 就是因为啊 这一到夜里 这黑色啊 他看不见 古代战场上啊 没有现代的通讯设施 所以呢 这指挥战斗啊 只靠这个锣鼓号角 再不去呢 就得靠这个大道旗啊 指明方向 这旗子是黑颜色的 实在是不好辨别 于日啊 这努尔哈赤就决定 把这旗的颜色换了 到这儿的说法就不一样了 有人说呀 他直接就换成了黄颜色的旗子 也有人说不对啊 是先换成了蓝色旗子 又换成了黄色旗子 哎 这点呢 他不重要 总之随着队伍的壮大 努尔哈赤和他的弟弟舒尔哈奇 各指挥一支部队 努尔哈赤的部队啊 打出的旗子就是黄色的 舒尔哈奇的旗子呢 就是蓝色的 这就是早期的整黄旗和整蓝旗 时间不长 努尔哈赤就对海西女阵的哈达部开战了 这哈达部啊 还真不禁打 三下五除二 这建州女阵啊 还没怎么使劲呢 就投降了 整步投降到建州女真旗下 于是努尔哈赤又建了一起 这旗色为白色 给了自己的儿子 楚英指挥这支部队 努尔哈赤本身啊 他并不是一个专权的人 他愿意啊 和自己一起起兵的这老哥几个 一起掌管天下 这其中呢 当然也包括他的亲弟弟舒尔哈奇了 可是他一日长两日短 老奴的儿子长起来了 他们不乐意啊 随着努尔哈赤的儿子们一天天长大 舒尔哈奇在权力核心的地位 就逐渐的被边缘化 这样一来呢 这舒尔哈奇就生气了 他决定啊 带着自己的蓝旗 要投名 那您想啊 这老奴他能乐意吗 于是啊 就把自己的亲弟弟囚禁死了 并且把蓝旗一拆为二 一部分给了舒尔哈奇的长子 阿民 另一部分给了自己的次子 戴扇 戴扇 接管了这支部队之后 就竖起了一面红旗 为自己军队的旗帜 这一下 这四种旗子的颜色算是旗了 也就是 黄 蓝 白 随着队伍逐渐壮大呀 人越居越多 那只有呢 再建新旗 有人说好办呀 那就再添色呗 那不行啊 这花里胡哨的站在一起 那不真成了外国鸡了 于是他简单的办法来了 就把这四种旗子呀 外边圈上边 再建出四旗来 黄白蓝 外边箱子呀 都是红边 只有这红旗 趴顺骰 外边箱子是白边 四个旗 被整合成了八个旗 这会儿啊 这八旗制度算整体落听 分别就是 黄白红蓝的整旗和乡旗 完了吗 完了 有人说不对 没完呢 不是还有这个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吗 哎 咱们要说的就是这个 在这儿啊 不能念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 只能念成八旗汉军 八旗蒙古 当然了 还有这个八旗满洲 我想听到这儿啊 也许您已经明白了 因为他的旗 只有八个 不是给蒙古人和汉军再单独建立八旗 而是在这八旗当中啊 吸纳了蒙古人和汉军 也就是说 在这一旗之下 设了这个满洲 蒙古和汉军三个都统 满 汉 两位都统 分别管五个甲拉 也就是管五个参陵 蒙古都统啊 管两个参陵 至于他们各管多少人啊 咱们不说破啊 因为咱们上边那集啊 详细的交代了 那有说不对啊 那昨天不是说了吗 这旗主不就是都统吗 没错 最初人少的时候啊 是这样 这就涉及到了今天咱们话题的原点 这皇帝啊 要分旗主的权利了 这都统是哪来的呀 这都统可是皇家直属 是这皇帝啊 直接派到旗下来的 都统可不一定是本旗的人 整皇旗的人啊 也可以派到湘南旗去做都统 都统不但管军务也管旗务 后来那这旗主的虚假的地位啊 还是有的 因为这满洲人啊 他有组织 讲究尊家法 很多时候这皇上也没招 因为这是祖宗定的规矩啊 奴尔哈赤定的谁敢改啊 可是真要是把这皇上挤得急了啊 他也有办法 什么办法呀 这会儿啊 就有一个大伙都熟悉的名词来了 叫抬急 说到抬急啊 咱们还得拿这个大学士松云说事 皇上不能眼睁的 看着自个亲近的人 一品大学士 跑到旗主家门口跪着接客去 还得顶丧驾铃的 这皇上一拍大腿 就给这个大学士抬急了 把这松云的旗急啊 从整蓝旗就抬出来了 至于抬到哪个旗啊 不知道 但是啊 可以肯定的 是襄皇 整皇 整白 这三个皇帝直属旗 这回啊 这旗主啊 是皇上了 你跪啊 你就跪我姨儿了 包括这皇上啊 给老丈人家抬急 是一个意思 皇上家殷亲 还得上旗主 他们家顶丧驾铃 穿白挂素的 这皇上脸上啊 他不体面不是 所以说啊 您想去吧 雍正王朝当中 这雍亲王 还没做皇上呢 就要给年秋月年庚尧一家抬急 没有道理 本来好好的是自己家的奴才 你把他抬到皇上家去了 他跪不着你了 那你这不是白扯吗 再者了 作为亲王他有没有这个权利 还得另说着 可说得嘞 再好的编剧啊 他也有百名一书的时候 按说呀 咱们讲完了 大伙都熟悉的这个名词 台积 咱们就得讲讲啊 另外几个您熟悉的八旗名词了 比如什么奴才啊 包衣啊 家生子啊 来不及了 我得跟您告个价 因为今儿个有个小约会 咱也别啊 两天一发片了 名我一直给您补上 有意思的回幕就在明天 明天呀 咱们聊一聊 这奇人们的 街景